医生表示一天中,这个时间测量血压最准确,看看你选对了吗? 高血压一种慢性代谢类的疾病,根据有关的数据显示,我国高血压人群高达1.3亿,随着病情的发展,一般的高发年龄是45到65岁之间。 虽然现在的医疗技术非常的发达,但是面对高血压无法彻底根治,平时需要服用降压药物来稳定血压水平。 如果血压持续升高,容易出现并发症,所以为了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。 患者在平时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物,同时也要检测血压水平。 1.血压高等于高血压吗?生活当中很多人存在血压高的问题,但医生表示,血压高并不等于高血压,而血压高和高血压之间具有一定的区别。 血压高是一种体征,而高血压是疾病引起血压高的原因。 一般和精神情绪、疾病或药物影响有关,而血压高的现象能够消失。 高血压是一种疾病的状态,主要有原发性高血压。 主要和遗传因素有关,此外,也与高盐饮食,焦虑、紧张、运动少、熬夜、饮酒、肥胖有关。 在平时可以改善生活方式或者是服用降压药药物来稳定血压,而激发性高血压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升高。 需要找出具体的病因,针对病因做出积极的治疗,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。 二、医生表示一天中,这个时间测量血压最准确。 看看你选对了吗? 一般来说,要想测量血压,尽量选择早上起床之后进行测量。 因为经过一晚上的睡眠,早上机体的代谢处于最弱的状态。 此时测量的血压比较准确,在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先休息几分钟。 然后再测量血压,一般要测量二到三次。 取平均值,这样测量结果才会更加准确。 如果早上起床之后测量的血压处于稳定的状态,表示血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 如果血压异常升高,可以及时就医进行检查。 近期血压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或有新发的高血压。 一天要测量血压四次,再早晚进行测量。 然后再加上两个时间点,分别是上午的9,00到10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5点。 在测量血压时要注意记录血压值,尽量要记录一周左右,然后去医院进行就诊。 可以为医生提供全面的血压信息,有利于更好的开展治疗。 三,测量血压时要注意这三点。 正确使用锈带。 很多高血压人群会选择在家中进行测量。 一般推荐使用上臂式的电子血压剂。 使用起来比较方便,而且准确度比较高。 如果使用锈带的话,需要包裹80%的上臂。 避免锅井或过松,绑好以后以插入一根手指为宜。 锈带的下缘应该在肘窝以上2到3厘米。 测量时姿势要合理。 在测量血压之前,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姿势准确。 这样才能够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。 有些人在测量血压时,由于手臂的位置不合理, 无法和心脏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。 这样也会造成血压出现波动。 所以在测量血压时,要想获得准确的血压值。 需要手臂和心脏的位置保持平齐。 这样才可以了解血压的波动情况。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。 测量血压时,应该进行左右手测量。 然后取平均值,因为在一天当中, 每次的测量结果可能不一样。 这样取平均值,可以保证测量结果更加准确。 尤其是测量完血压之后,应该及时做好数据统计。 可以了解血压的变化。 晨起的时候,我们的浇感神经兴奋。 此时,血压会升高,在一天的时间里。 这是第一个血压高峰期,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测血压是非常准确的。 清晨血压是指清晨醒后一小时内。 服药前,早餐前的家庭血压测量结果。 如果多次测量的清晨血压非常好, 那么基本可以排除高血压的可能。 因为血压高峰,你的血压都是正常的。 其他时间理论上都不会像晨起这么更好。 如果你多次测量的清晨血压都不正常, 甚至很高, 那么往往提示着你有高血压, 必须要重视清晨血压, 因为清晨是猝死、心肌梗死和猝中等疾病的高发时段。 清晨血压升高是触发心脑血管事件的重要因素。 二、睡前的时候测血压最准确。 对于发现血压升高的人群, 不仅要测早上测血压, 还要测晚上的血压。 健康人的血压波动特征是白天高于晚上。 晚上的血压一般比白天的血压降低10%到20%, 但也有例外情况, 很多老年人晚上的血压会比白天的血压高。 所以在睡觉前的时候也要测一下血压。 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血压升高, 那么基本可以认为是高血压, 因为睡前本来血压不应该那么高。 你却很高, 这不是高血压是什么呢? 一项发表在JAMP的研究发现, 与血压波动特征正常的人相比, 夜间血压高于白天的高血压患者, 发生心梗、心衰等心脏事件的风险增高48%, 所以, 无论你有没有高血压, 都建议你一定要选择一天的这两个时间测量血压, 不仅因为它们更准确, 还有助于你更好的控制血压。 现在电子血压剂非常流行, 我们平时在家自己测量血压的时候, 一定要注意细节, 一次测量血压升高并不能立刻诊断高血压, 因为血压受到的影响因素很多, 要非同日多测几次。 当你刚运动完的时候, 不要立刻测血压, 最好休息半个小时才测, 或者你从外面刚到家, 最好也休息一下再测。 测血压的时候不能只测一边, 左右手都要测, 要以高的一边为准。 血压的正常范围是多少? 血管内流动的血液对血管侧臂的压强, 极单位面积上的压力称为血压, 血压的正常范围对于不同人群而有所不同。 对于成人来说, 血压正常波动范围, 收缩压是90到139毫米, 梳张压是60到89毫米。 而对于14岁以下儿童来说, 血压正常波动范围收缩压是80到120毫米, 梳张压是60到80毫米。 而对于出生28天以内的新生儿来说, 血压正常波动范围收缩压是70到90毫米, 梳张压是50到60毫米。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人群, 比如糖尿病患者, 收缩压尽量控制在130毫米拱住以下, 梳张压尽量控制在80毫米拱住以下, 老年人正常血压范围, 可适当放宽至收缩压在150毫米拱住以下, 梳张压在90毫米拱住以下,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在不同的空间, 时间也是不一样的。 家庭自测血压的诊断标准要相对低一些, 诊断标准以平均家庭自测血压应该小于等于80分之130毫米的, 这算是正常的24H动态血压监测全天, 正常也应该是平均下来, 应该小于80分之130毫米。 一天当中什么时间量血压最准确? 一天中在清晨量血压最为准确, 需要做到清晨空腹。 抬尿,安静状态下平卧位测量血压, 一天当中不同时间段血压存在波动, 24小时内有两个波峰, 两个波谷,上午6到10点时, 血压出现第一个高峰, 下午4到6点时可以出现血压第二个高峰, 这时监测血压, 如果血压升高较快, 需要警惕是否存在原发性高血压。 部分患者以夜间血压升高为主要表现, 可以通过24小时血压监测了解患者血压情况。 要得到准确的血压测量数值, 测量血压前患者虚静坐至少5命, 一般测量患者作为血压, 且将血压锈带与心脏保持同一水平。 首次应测量双侧上肢血压, 最好测量两次以上, 有助于发现主动脉弓缩窄和上肢动脉闭塞。 当左右上臂血压持续存在差异时, 应以血压高的一侧上臂血压为准。 有助于发现主动脉弓缩窄和上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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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脉弓缩窄。 有助于发现主动脉弓缩窄和上肢动脉弓缩窄和上肢动脉弓缩窄。 感谢观看